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日常生活 就是現在Tesla 它做這個電池 去到什麼的水準 水平呢? 現在這樣講 我就不是想特別講 它裡面做的那個技術水平 因為其實它都是用回鋰電池那些這樣的東西 但是又是可以藉著這節提下的那些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留意的一些應用 我們都知道那個儲電池 那些可以充電池的資源爭奪 就已經現在是攤牌了 有些國家它認為自己已經主宰著整個這個擴產 甚至乎產能 所以就可以叫做捏住人家的呼吸毒氣喉 喉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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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喉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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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大家都明白的了 OK? 但是同一時間就是說 你想圍堵人 人家都不是輕易被你圍堵的 所以就是去很多其它國家也都積極去開發自己的礦藏 還有對於充電池的產能 甚至乎不是國家層面 私人公司 你見Tesla自己 它們有討論到的 它們那個Lithium 這種金屬的礦藏 它都是分散了投資的 甚至乎再看到 今年 大約去年連美佬的新聞就是 美國已經發現了 應該差不多可以預計是全球的礦藏 第二大的礦藏在那裡 使得它們可以實現到 基本上就是自己充電池自己做 貴便宜是一回事 但是起碼那個礦藏 就一定是不會被人捏住了 很多時候我們想就是 做這些充電池 台長你想一下 做充電池來講 你覺得 未來你看到的用途最大是用在哪裏呢? 或者現實 現在表面上看就是車 但是接著可能是飛機的 我聽到好像飛機有 是啊 你想到你要移動的東西 就是 車的話你都在講 無論你說自己駕駛那輛跑車 現在你看到那些什麼巴士也好 很少到哥爾夫球車甚至乎你踩的單車 有些都會有人做到那個電 香港就沒有了 那些什麼Electric scooter 那些電子滑板那些這樣的東西 其實有些國家是可以比玩的 但是其實基本上有動力的東西 你就想去整個 有個電在那裏 就是代步好運輸好 怎樣都好 很多時候我們想到就是這種尺度 那你想一下如果做客運的話 去飛機上運客那些 巴士上運客 說的是運那個運能 一次是可能幾百個人 百幾個人 甚至乎十個人 還是幾個人這樣的運輸 但是你說 如果你說我們地球上面用電 最大盛的東西 其實就是在那些工業生產那裡 應該這麼說 我們最耗能的地方 交通只不過是其中一部分 其實基本上我們家居 都是其中一個小的部分 其實往往在未來我們看到 去運動那些AI 維持一些電子系統的運作 還有就是說整個工業生產那裡 就一定是用最多電的了 就是一個國家地區 我那天經常見的 就是台灣經常說要綠能 大家一起綠化一點就沒事 但是其實呢 不僅是說台灣的 任何國家都是 如果你是有很大程度的工業生產 吃的電最厲害的就是工業生產 所以如果你想去省電去節能 首先你想好了工業生產那裡 它能不能夠用到綠色能源 所以你在那裡就是說 如果你綠色能源配合這個充電池 能夠起到作用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那次所說 就是要去捕捉一下 其實真真正正能夠決定到 那個充電池的需求有多大有多小 其實就是要看一下它 可不可以對於我們日常的用電 都是扮演到一個重要的角色 其實就想告訴大家其實是有的 但是9月9日升了一個概念 電池本身不是發電的 它是儲電的 儲電 是的 是的 所以我們要解釋的是 那個生產電力那個是一環 可能我們變化了是那個核動力 但是為什麼儲電本身 我們出現一個這麼大的技術上面的落後 不可以是充分地由那個電傳輸的時候 完全都在一個電池裡面 這裡有要提的 我們平時呢 你無論你用火力啊 我們現在現時這個文明 文明世界的那個用電模式 用到充電池的機會不算太多 因為你想一下 譬如你就算以香港計算 那個再生能源佔的比率只有兩三百分比 其實就是 那大部分都是用那些天然氣啊 那類就是牽涉到這個炭氫化石燃料的那些 那些你是用多少你就燒多少 你不用它沒有那麼大的需求的時候 你就關機不要燒那麼多 那於是那個能源儲藏 就由那個化學材料本身的化學能 那裡儲存起來 所以你叫做儲能源那一下 其實就在那個原料本身那裡 那但是呢 如果你去未來要是 摒棄更加多這些這樣的化學材料的話 那你就用很多的再生能源 但是你想一下 再生能源很多時候 去表現出來的形式是什麼呢 你說風電 說這個太陽能 甚至乎你說這個水力都好 它很多時候去釋放的形式 是一個用電的形式去表現出來的 就是用水力發電 風力發電 太陽能發電 全部是發電的 OK 那它變了出來的能源形式就是電了 而很有趣 水力呢 你還可以捏著 我不要的時候我就關掉水壩 不要讓水流下來 那些能源就用一個水的衛能形式去儲存 要的時候才會流下來 但是我們都知道 未來世界裡面的水力發電 第一它很依賴 就是很視乎你本身的國家 有沒有這個資源 二來就是一用的時候 去改變的生態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其實呢 你說是不是要做一些水力的東西 也是要想 那雖然剛才提到核能 核能你也是的 你可以隨意把那個反應堆 開大一些功率 收小一些功率 那視乎你把那個燃料棒 就是放多少下去 令它自由地去進行多少的核反應 那這個你可以控制到 但是呢 如果對於呢 其實更加多的國家 我們都知道的就是 太陽能和風電呢 其實就是率先是叫做跳得很快 原因就是因為呢 他們的技術便宜 那譬如你說好像葡萄牙 德國這些國家 去靠要的風電呢 其實就可以 管足到很大的需求分量 我不敢說是100% 但是就是已經是 可以佔他們很大的分量 另外 太陽能資源豐富的國家 那你就放那些太陽能板在那裡了 但是呢 你無論風電好太陽能好 就是你不能控制住 就是你可以關掉那個機器 但是有時候就是 你想沒有風的時候都有電容 沒有太陽的時候都有電容 那你就需要有東西儲存了 這件事呢 就是隨著那個 我們對於那個再生能源需求大 而應運而生的 就是那個充電池的裝置 而且那個充電池的裝置 不是只是拿來救給你去玩玩玩具 那麼簡單 就是用一下電器那麼簡單 而是可以支持到 譬如整個城市 整個城鎮 就是用它晚間的活動 都可以就是用到充電池 你晚上臨份洗澡 你可能用電熱水爐 你晚上煮食 你用你的電池爐等等 甚至乎你晚上把你的電能的車去充電 那你就需要有個地方 是可以把日頭存下來的再生能源 晚上才慢慢釋放出來 那這樣呢 就令到我們就是說 對於那個維持整個供電系統的穩定供應呢 你會發覺呢 如果你要是用更多的再生能源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這樣說 有這麼大份的再生能源 你除了只是看它那些什麼 那些人生產多少那些風扇發電機呀 還有那些太陽能板之外 你發覺原來那個充電池 未來更加大需求的地方 除了在那個電動車之外 你會看到更大的一塊 就是那些叫做電力公司 尤其是是牽涉到再生能源的電力公司 就會是非常大的需求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台長你也展示了出來 就在加州那裡你會看到就是說 它如果想提升它那個電網 運用再生能源的能力 它就要放很大的投資下去 那個充電池那裡 如果你在香港你看巴士站上面 現在都有太陽能那些板的了 但是那個效益就是多少 我們不知道了 但是如果你說現在Elon Musk 他搞了一塊充電池去到這麼厲害 然後推動整個電網呢 要有多大的功率呢 這個在那個電力單位裡面怎麼計算呢 我就會大約這樣去想 你如果一個典型的發電廠呢 你要給到幾大的功率 才能夠維持到一個城鎮級別 如果用回外熟悉的地理環境 你想一個有意義的發電廠 它起碼都要給你供應到19區裡面 其中兩三區的供電線 是不是 它需要的級數就是以一個叫Gigawatt 叫做十的九次方的瓦特 這樣的功率 十的九次方 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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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的一千倍 OK 這樣的瓦特 這樣的電量 所以現在你建很多的那些發電廠呢 我告訴你是核能啊 風能啊 還是太陽能呢 你如果不建一個去到這個叫Gigawatt 就是十的九次方 這樣的瓦特這樣的級數呢 就沒有什麼實際的應用意義在那裡的 所以你想像了 你要這些 就是你變成了每秒鐘 能夠產生到十的九次方 那麼多焦耳的能量 你可以儲存在這樣的速電池裡面 那你大約就可以計算一條數 就是很容易成一條數 你就知道一個天文數字來的 就是你要有多少的充電池系統在那裡 才能夠可以維持到 令到電網供應穩定 那個技術爛套在哪裡可以做到這麼大 在這裡就麻煩了 它押定 OK 就是幾樣東西的 它的電池本身耐不耐用呢 就是 大家看到有駕駛電能車 你都知道 那個電池壽命是其中一個限制來的 但是 另外就是 可不可以放在一個環境裡 令它的儲電效能比較好呢 可能你都知道 至於天氣比較潮濕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又會差一些的 你如果周圍是乾爽一些 溫度是相對比較適宜一些 要在一個合理的溫度範圍 它又會好一些的 就是 現在你看到很多那些太空裝置 就算你說連太空船探測那些東西都是 如果它那個太陽能集電板和那些充電池 是暴露在太熱的環境是影響它的效能的 所以那個地方就是又不可以太熱又不可以太冷 又不可以太濕 乾一些也沒有所謂 然後那裡附近就是沒有什麼人搞 沒有什麼人管的 其實要乾爽一些的原因 就是可以令到它沒有那麼多化學反應 令到它生鏽腐蝕得那麼快 於是電池可以更換一些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一個項目就是 在美國的加州那裡 它那個電網其實就新安裝了 很多的Tesla的充電池在那裡 你會發覺很比於等於 將幾百個貨櫃整齊地排列在那裡 其實全部就是那些充電池來的 你會發覺由它那個就是 叫做維持著一個電網的一個軍輸 其實你問我這裡可以幫到多少呢? 我想暫時都比較有限的 就是你現在看到就是那個充電池那樣東西 就是如果你未來將來有人找到一種充電池 它的安全係數更高 但是又可以用更小的體積更小的 如果要儲更加多的電的時候呢 那又是一個很大的財路 我們可不可以用一個行外人的理解就是 它現在這個所謂的充電池 是否等於將我們現在用的電芯放到很大很大呢? 是的 你想像一下現在你打算是將你家裡要用的電 都可以放在一個充電池那裡 那個充電池可以放在電裡 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家裡要用的電 那又有些數字可以講一下 其實現在呢 就是用美國自己來計算呢 它講的那種scale上升得多快呢? 就是我不講的單位 純粹是一個數字你比較都可以上升了多少倍呢? 就是2015年它那個充電池的單位 就是55個unit 那其實它用的是那個Megawatt的unit 那其實是 這個如果你說Megawatt 和剛才說的Gigawatt的東西 其實已經是差了1000倍的 就變成了如果你說2015年 在加州那裡設置到那些充電池的那個量 其實就不值一提的 拿來給幾家人自己玩具玩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講的在這10年 從2015到2024 這個數字由55上升到10383 那你計一下這個數字是以一個 就是200倍 這裡數一下 有了 就是200倍 而且呢 真的整個數字是一個幾何級數這樣去上 就是說呢 對於那個 為了維持一個城鎮 就是你如果看到那個地方 它那個的 就是 再生能源的增速是有這麼大的時候 基本上它那個的需要儲電池的需求的增速 都是會跟那個 就是 再生能源的增速是按比例去上升的了 尤其是呢 我之前都很提到就是 我們要特意探討過 2023年的世界會是怎樣呢 尤其是在能源使用方面 你做一個很簡單的統計數據 你試試去逐年去追蹤一下 就是 英國 德國 或者整個歐盟 和美國 加拿大這些國家 它那個的再生能源佔的比例 我們以往活在一個世界 就是很習慣 都是只有兩三百分之一 但是現在開始不是了 連美國都去到成二十百分之一 然後再到2030已經是要超過一半 甚至乎大部份是這樣 所以你這裡除了看到 那個再生能源的契機之外 那個儲電池的需求 又是會上升的 所以其實有一些時機都不小心過了 其實就是我們都錯過了 就是在幾個星期前 試過有一次它那個 就是在最近那次股市調整未出現之前 是有一段時間 是突然之間那些這樣的能源股 是狂暴升的 OK 這次以前有個題外話 突然間我醒來問一問 是的 在這個技術上 有沒有可能 就是我自己在家製造一個 源源自給自足的發電器 那這個就要看一下 你那個發電器的能量 就是收集出來的能量密度夠不夠 其實呢 最後的數字就是什麼呢 是看你家裏有多大的 就是貧者愈貧 負者愈負愈 如果你家裏是整間獨立屋 周圍有一個很大的庭園 你將它全部裝上太陽林 就是收集板 以及裝上這個風力 就是收集風力的發電 那按照計是夠你家裏用的 是可以夠的 但是如果呢 就是很不幸如果大家是住到 好像我家裏那麼小的話呢 就不用想了 是的 就是你頂多可能買過 你可以直接現在網上買到一塊很輕巧的發電板 放在自己的窗台上 最後出來的電量就夠滿足你 差的電話又可以了 是的 那技術上已經沒有難度了 如果我家裏去到一萬呎 或者十萬呎這樣做這件事 現在是可以的 或者如果說實際一點 如果好像香港那樣 你是住村屋 你有個頂樓的天台可以去做這樣的板 你兩個人洗澡沒問題 有熱水洗澡也沒問題 OK 好 那這之後結束 我們下次再回來 嗯